你看到整個小區綠化都做得泛可以的 這個臨心樓盤愛禽海這個單位 其實面積是60個平方 總價是40萬 它是有帶精裝修的 其實這房間的通風採綱很棒 你現在看到窗簾、床單都吹起來 還有藍風、藍香很棒 這邊的桌料是這個銀馬 很便宜 40萬 唯度價單是6000多元一方 6字頭的價單 在這個位置又這麼臨心 就算你買下來 你自己不注意的情況 你出租不出去 其實都很容易出租 這個位置就特別臨心 而且是燃樓狀態 哪些花園、內隆各方面都可以 最重要是在樓下有公交車站 可以直接去我們的沙田秘廉 好 Hello 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為嘉接阿Joe 歡迎來到二手筍盤時間 現時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樓盤 都是一個非常臨心的一個低預算的二手樓 兩房 現時我就在愛琴海這個小區的樓下 我今天要介紹的二手筍盤都會在這個小區 這個小區就是一個現樓的狀態 都已經是十年了 十年的樓齡了 你看到樓下的商店已經全部入住了 例如說有最基本的前大媽 買菜等等可以在樓下解決到 當然你如果說去回我們大型的商超 或者大型的街市 附近其實都有的 因為這個位置往前一個燈位左右 兩個燈位 一個燈位 下一個燈位就是了 就是我們的一個保利廣場 如果這個位置往這邊位置去 再走一個四五分鐘就會有一個大型的街市 那個就是附近的樓盤都會去那邊買菜 那個位置走路過去都是那麼五分鐘左右的一個時間 我們這個臨心樓盤愛琴海這個單位 其實就面積是六十個平方 總價是四十萬 它就是有帶精裝修的 裝修就麻麻的 但是整體的間隔和單價其實就很划算 為到單價就是六千多元一方左右 這套單位的稅費都是兩個點而已 如果你是手套的情況下 加起來都是兩個百分千的一個稅費 都是那麽幾大千的一個稅費就可以搞定了 其實就沒有什麼其他太多的雜費 而且要在這個位置是非常臨心方便 如果是說我們這個位置在小區這裏 駕駛車過去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或者打一部車過去 就是五到十分鐘可以到達的 或者你可以選擇搭回我們樓下這個巴士站 它都會有多條的線路可以去回我們的 深圳沙田地鐵口 我們給大家看看 我們在這個細福愛琴海站 如果說去回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其實就是一個站、兩個站 三個站、四個站、五個站 第五個站就去到我們這個沙田地鐵口 它是早上7點15分就開始 到晚上10點30分 其實時間都是比較早的 班次都比較多 十五分鐘一個班次 吉 lui李李李李平日都有20分鐘 反正半小時內肯定容易到達 全程都是兩元的一個票票票票票名 例如你說想去回任何其他地方也可以 這邊是去回我們伯雲仲海的一個地方 這裡是這個位置 都會動 mínreach 這邊會去回民意 都是沙田地鐵口的一個線路 其實多條線路可以去回我們沙田地鐵口 或者你去回我們前面的保內廣場 都是有巴士可以直接去到的 還有這個價錢真的很划算 40萬 而且去到60方的一個湖形 而且樓層都OK,18樓 看出去都是視野比較開闊的 我們就直接進去小區裏面 再看看內圓是怎樣 然後就去回我們實體單位 再拍給大家看看 而是來到愛琴海裏面的小區內圓 你會發覺其實現樓 其實一入住率就非常OK,非常高 這些很多小朋友在這裡 對面那裏有一個社區服務中心 那裏面有些打乒乓球的設施 這個是政府去設立的一個地方 愛琴海提供的地方就行了 免費公益運營 愛琴海這個小區呢 畢竟都有十年了 差不多 差不多十年了 整體來說 其實就是 保養得環算可以 就不會特別之新正 但是它裏面內圓 裏面的規劃 其實都是相對環算可以的 都可以做到真正的人車分流 上面的花園裏面就是拍不到車 只能放一些電動車之類的 電動車是不能直接上回我們的單位裏面的 因為涉及到消防安全的問題 你看到整個小區六花來講 都做得還可以的 基本上就 它就沒有泳池 就差了沒有泳池 其他的健身設施這些都會有 花園裏面就不大 因為它本來動數不多 我們就直接上去18樓那裏 實體單位再拍一拍 再開機拍一拍給大家看看 裡面的內籠是怎樣 OK 剛才內圓行完了 現在上到18樓的實體單位 看看這個內籠是怎樣 60坊40萬 它有露台的 露台雖然小 但是有好過沒有 我們先對方向 這邊其實就是一個南向的朝向 讓大家看看 打開指引針 南向 正南向 看不看得到 採缸絕對沒有問題 我們先看看位置 這邊其實就是我們樓下 這裏就是我們食法大道 深圳是哪裏方位呢 就是右手邊這裏 大幕是一公里左右 一公里左右一個距離就到了 這邊走過去四五百米 就到了我們寶雷廣場 我們剛才拍的巴士站在哪裏呢 就是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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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下就是巴士站 巴士站直接有多條線路 可以去回我們一個沙田地鐵口 去回我們寶萊廣場 其實行路都到了 如果去寶萊廣場的情況下 前面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街市 我們這個位置對面就是一個德州城 德州城裏面的商業體 都很多 而且街店都很頻密 這邊往右 往左手邊方向 往這邊方向去 就是我們的 曼達廣場那邊的方位 這邊去回我們曼達 都是那麽10到15分鐘的車程 就可以到達了 你見到對面就是另外一個樓盤 叫美景印象 這邊叫錦地繁花 這個樓間距其實是開闊的 這邊路邊就肯定不可能 再在路上擠一棟樓上來 所以這個視野就是固定的 肯定不會說未來還會有什麽其他東西遮擋到你的 這邊同樣都是很開揚 這一塊就會被前面的樓盤擋了 我們見到有少少少黑色 還有玻璃牧場那裏的盤是什麽呢 其實就是我們號稱 惠州豪宅天花板的一個感受1號 那裏就去到萬七元起了 我們再往前面這幾棟樓 就是我們的衛灣中心 就是那裏了 那雙子塔大廈都會在那裏起 那裏是寫字樓來的 未來那個位置都會有一個 即是會成為一個商業體 商業中心的一個形式 其實我們這個愛琴海 正正在非常之臨深的位置 這邊如果說駕車過去我們的沙田地口都很近 十分鐘內可以到達了 陽台就不大 但是呢 還可以了 放了洗衣機放得下的 這邊有個洗衣機位 放了下 這邊都可以放到洗衣機的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麽要放兩個洗衣機 這層單位是有出租給別人的 我們再看看裡面的內櫥 這個是第一間房 第一間房 其實是放了米八的床 這邊床頭櫃位有的 這邊都會有一個大衣櫃位 衣櫃很小 做得很小器 因為要出租給別人的 沒有說做得很帥仔的衣櫃 後期自己說買回來 可能就要自己收拾一下 訂製一些漂亮的衣櫃 地板都是這些瓷磚 其實這間房間的通風採光很棒 你現在一見到窗簾、床單都吹起來 其實就是南風、南向很棒 我們再看看裡面的內櫥 首先這是一個廳的位置 師兄師去一下門口的位置 給大家感受一下這個廳有多寬 廳是比較方正 這邊這個位置有一個傳落地窗 這邊是南向 南向和我們看出去的主人房的視野是差不多 但是這一節會比對面這壺檔些少 總體來說採光都會比較OK 看看我們的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就是米半床 同樣有一個大大的落地窗 沒有什麼飄台位 飄台位都利用了 那一塊是全贈送的面積 這一塊下面這裡 讓大家看看有多寬 這邊看出去有對面樓擋著 視野是一般的 但是採光度是足夠的 因為我們現時在18樓 這邊就有一個衣櫃位 同樣這個衣櫃可以做大些少也沒問題 這邊還有一個床頭櫃位給你 我們再看看這個廁所 廁所 廁所其實廁度是足夠的 但是沒有做到乾室分離 如果後期你自己想做乾室分離的情況下 需要將馬桶移二位移到這邊 這邊做一個拖門 可能就OK了 這邊同樣有一個採光窗 這條廁所可能要收拾個人的感覺 我們再看看這個就是一個廚房位 廚房位明顯有人煮過飯 這些痕跡在這裏 這些煲碗都有 可能這些東西需要重新再收拾一下 同樣這邊就會有一個採光窗 天然氣是入到戶口入面 有天然氣 這個也是天然氣的一個熱水器 天氣安全 看看這個飯廳位 飯廳位就是這個位置 現時它沒有擺餐桌 做一個這樣的電腦桌 然後你看到上面做了一些吊頂 吊頂這個應該就有少少 發霉還是怎樣 可能這一塊重新再收拾一下 對 家屋不大 60方 正正規規的兩房 有南向的陽台 也有南向的房間 也有南向的一個廳 麻將衰小 五臟俱全 這邊的採料是這個銀碼 很便宜 四十萬 為到價單就是六千多萬一方 六字頭一個價單 在這個位置又這麼臨心 就算你買下來 你自己不住的情況下 你出租出去其實都很容易出租 因為這邊會吸納很多 在深圳上班 平山上班的人群 這個位置這麼方便 而且很少做這麼細色的單位 這是我們的愛琴海 它又做到一個細兩房的設計 雖然你說褲形不是十分之漂亮 但總的來說其實就是中規中矩 所以如果說它和我們現在 新樓盤的褲形對比 確實是會有少許差距 但它就 因為它只有六十方 現在很多的都去到八十方 或者九十方 一百方左右的面積 那邊計下來的銀碼 就自然會高 二手樓同樣有它的性價比 如果說住得人不多的情況下 或者就一兩個人住 就倒閉一倒閉這房子 其實就很棒 因為這個位置就特別臨心 而且是現樓狀態 裡面花園、來龍各方面都還可以 還有在樓下有公交車站 可以直接去我們的沙田地鐵口 當然你打一部滴滴 都是十元雞內都可以搞定 而且就會很方便 當然這個位置 如果說去回我們高鐵 就稍為會遠一點 差不多要二十分鐘左右的車程 才可以去到我們衛陽高鐵站 它會更加適宜於 偏向坐地鐵的一個觀眾 或者是開車 這邊開車 其實就直接去我們 接駁南平快速幹線那裏 去回我們的連堂 那裏就是四十五分鐘內可以到達 這裏就是一個窺位的優勢 當然缺點就是裡面的內籠 一般的要倒閉一倒閉 而且間隔不會特別十分之靚仔 但來講到處都有窗 不會說存在有黑房 黑廁 黑廳 這樣的情況 廚房也是正正規規的廚房 天然氣 全部都進來 而且 整的來講 這個樓層又比較OK 它又不是很低的樓層 十八樓 如果說各位觀眾 對這個二手樓層 有興趣的情況下 隨時 電話 或者微信 或者WhatsApp 或者WeChat 都OK 你看回 自己的需求 預算 有更大的 其他單位都有 都給你選 這個就是 細兩房 這期二手順盤就分享到這裏 就是這樣 拜拜